刚才那个我在化妆间 然后那个小哥问我说 那个小南你要不要喝个茶 我说不用了不用 然后说要不你给我倒点 他说你习惯性拒绝 习惯性拒绝 习惯性拒绝是他说的 但是我加了个补 因为他在旁边就沉吟了一下 对 我说他这个习惯性拒绝也不够吵 那个不想跟别人添麻烦 对 我这么说了一句 然后他就提了个头 说你这是我就赶快自我分析 我说我是不是习惯性拒绝 我现在穿越回当年 我一定去先去把衡水融合给灭了 省得他们养虎一换 现在衡水融合已经完全夺取了我们的光芒 我们当年比方说吃了中午饭吃了晚饭 你到学外面就逛一逛 外面都是田野嘛 还有那个村庄还有铁道是吧 那是自由 但是等我到了93年就不行了 军事化管理 所以军事化管理这个事先从新军学搞起 而且93年的一年特别夸张 没错 像你说的相对自由 对 那样的年份 依然是我一辈子的心理创伤啊 我经常就是在梦里头 又回到当年的那个学校 又高考又学习 苦不堪言 各种噩梦都是跟考试有关 找不到考场了 或者是怎么原来学得好好的 不知道该怎么写了 或者写完了发现又没了 一旦考试教理梦 比方我当年 我最容易做的考试教理梦是 回到高三 学数学 然后数学院子一拿开 就发现自己不会 等快醒的时候一想 我数学当年考了117分 满分120 这我焦虑啥呢 但为什么做这种梦呢 我是从高二下学期开始 我就发誓要考上北京大学 当时这个立的工夫 这是北大心理学硕士呢 人家 但是我数学特别糟糕 就是老考个六七十分 满分100分 按这样算的话 就是只要算六七十分 这咋考北大呢 就是所以我得努力 但是数学我整整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终于从就老考六七十分的水平 到了能考100分的水平 这太漫长了 就所以说这个过程很焦虑 但是最终我这不行了 但是像你这种啊 你的数学它最后它变好了 对对对 所以其实学霸做的这种高考考试焦虑症 和一个学渣做的考试焦虑症一样吗 你是前者还是后者 我当然是前者 心结的 你看说起来挺什么 这也人民大学的 对对对 当年考人大 其实要比我们那时候考北大的难度要高 对它存在这个部分 对 所以我不知道这 你看学霸他在梦里头 他能自我拯救 像他这样还能自我原厂 自我救厂 那学渣呢 一样的 考试焦虑梦到了最后 都是有自我安慰 就是等你醒过来之后 还有这个时候 你醒过来说 哎呀 这现在又没有考试了 就当然这个特别 一般来讲 你很难梦见 比方说你当年数学很焦虑 最后考了个分数很低 一般你不做这种梦的 就做这种梦 就是他太焦虑了 就相当于潜意识 安抚不了你的焦虑 伤口上撒盐 对对伤口上撒盐 我有个特点 就是我在分析 就是我不是梦见 这个结果很坏 或者说找不到考场 我所有的 无论是高考 还是说这个上场 我都有一个严重的 就是说我 我忘了我该做这件事 我明明是应该做这个 就是因为我前面忘记 或者是没有这个耕耘 所以到这一刻 我突然想到了 我慌了 我突然想到 我原本该做的事情 我并没有做 就是这种 这种慌张感 后来我就在想说 其实我生活里头 就是我会有好多事 不是 比如这事发生了 我特别能接受结果 好坏 我都还可以 我就是总是有一种东西 在拷问自己 是不是我该把它做到 这么多的时候 我没做 我觉得梦里的这种 愧疚 或者是这种 对自己的质疑 是不是就最后就变成了 我该背词没背 或者我该去准备没准备 你看到这样讲的时候 就是 所以我也喜欢向面 就是看面 看这个人的面相 就会觉得 你看肯定小男是有点 前面你已经讲了一个例子 是这个习惯性拒绝 背后藏着不想麻烦别人 那就是说 你对自己道德要求太高 然后也连带着有完美主义 就是像小男讲 其实你的准备已经很好了 就是就 但是你总觉得自己没有 全力以赴 对 所以这个时候 我会有这种谴责 但自我谴责 我们得知道 当我们想准备得很好的时候 其实意识上 会有一种极高的要求 你发现 无论怎么准备 都是不够的 但这个时候 你又遗忘了一个东西 叫做潜意识的智慧 所以你看 就是那个时候 你就发现 你所谓的胡周都可以 其实就是你信任 自己的潜意识 你让你的自由流动 然后这个时候 你发现 你总是准备得够的 而且从道理上来讲 假论座主持人 你过去十年的累积 要比你此刻 就是那一点点准备 要重要得多得多 但是你总觉得 就是你好像 总觉得不够 对 面对这个考官的时候 你作为一个考生 你好像 它是这种完美主义强迫 对 它是完美主义 对 我跟你说 完美主义不是夸你 我不是 我最近学习这个心理学 我长了个认识 完美主义 可是个贬义词 所以平常我经常说 我完美主义 但不是说 可不是夸 它是非常痛苦的 足以使你丧失 劳动能力的 所以在这种 心理学的词典里 完美主义叫做什么呢 因为害怕失败 而产生的失败失能症 你失能了 你知道为什么 我少干活吗 就是因为啊 就是要想干啊 就得干得特别 让自己满意 甚至某种程度上 还不是为了观众满意 对不起啊 就是说 甚至某种程度上 就是说得过得了自己这关 但是你知道吗 有句话叫 我认真起来 连我自己都害怕 这个话不是玩笑 是真的 你最后你对你自己 忘而生畏之后 你失去了 尝试的能力 就是 一有一个什么新的事 一个新的挑战在你面前 那就不做 慢慢的你知道吗 这就叫失能 因为你害怕失败 因为你怕做不到 自己心中想要的那个 于是呢 你的自我保护就是 我退缩 它不是个报义词 当我们说一个人 完美主义的时候 这是病啊 哎呀 这完美主义人 从来在心理学中 都不是一个报义词 是吧 而且你刚才这样讲的时候 你本身在讲了一个 这个 他为什么刚才 靠凯金王诺这个程度 因为说到我的病了 你特别恨自己 对对对 我对我自己忘而生畏 所以你看 这就是完美主义 我们一般人难以想象 就做到了你这种水平 你整天还自我抨击 觉得自己做得不好 所以我后来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就发现 我不知道老外怎么样 我焦虑比较少 我觉得这个中国人呢 就是或者华人 我简直没见过一个人 就没有这种严重的自我抨击 其实都是这个 觉得自己浪费了生命 浪费了时间 自我否定 然后你又发现很有意思 在你的这个感觉之中 其实我也很好心 陶哥你觉得自己 把你的生命潜力 发挥了多少 直觉上 那你都出汗了 你擦擦汗吧 我看他怎么今天是这样 他一逼着我发挥 我就 是不是 我就运气呢 或者这样来讲 就是我觉得你看 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浪费了生命 浪费了时间 但居然在严重浪费生命的感觉之下 也能做出巨大的成就 是不是 所以说有了一个真理 生命可以有大把时间去浪费的 因为就 如果只是为了生命追求 出人头地 追求成功 我们每个人都觉得 浪费了大把时间 浪费了大把生命 比方你这 你也觉得 你浪费了别人对你的期待 你浪费了自己对自己期待 但是这样子也能够出这么多成果 心理学有了很多科学的 这个研究的手段 你比如说 通过这个浅睡眠 然后到达一个深度睡眠 然后深度睡眠之后 会叫做快速眼动睡眠 叫什么REM 那个就是在做梦 就是说你的眼珠子的转动 是看着你梦里的那个视觉对象 那是上帝视角 就是你梦里有个内视觉 就是那个眼睛转动 当然这不是说百分百 但是根据他们的眼球追踪的这个研究 他们觉得好像很吻合 往往很吻合 吻合梦里的内容 包括说做梦的这个机理 你为什么会做梦 人家就是说了 这个梦啊 好像现在比较多的科学的认为 就是说它是整理 整理你的这个白天的碎片 碎片记忆 然后呢什么把短期记忆转到这个长期记忆 甚至于就是说 好像就是说更多的是整理你后半天的记忆 或者是一些比如说游泳打球 就是技能性的技术性的程序性的这个这个记忆 做梦的时候呢 会帮你整理这些功能 对 就是这种一觉受到天亮的 现在科学也有个解释 那个解释我觉得特别的棒 是什么解释 就是所有思维过度的人都要警惕一件事 你会不会老的时候得老年痴呆症 是不是 虽然现在据说这个老年痴呆症的这个研究 叫伽玛这个淀粉蛋白 就是这个和这个有关 现在据说这个最初的研究是骗人的 对对对 但先不管它这个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挺复杂的说法 新说的一个部分 但是我们就讲就是有一个研究 如果当你睡着之后 你的思维还是活跃的 导致一个什么结果 就是你自己体验上 你知道自己没进入了适度睡眠 你觉得自己没睡好没睡够 因此你的血液流动 就是还是比较高的 最后你的脑机也就生不出来 当你思维近乎全然停了 你的血液流动 就是因为这个我记得不是很准 不能保证是不是全然停了 当你的思维在极大程度上停了之后 这个脊髓里的脑机也就出来了 然后它就在你大脑里流一遍 最后就把那个伽玛 那个淀粉 伽玛和伽玛 对应该就是那个 伽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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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错了 伽玛和伽玛 伽玛伽玛 全都冲走了 就把这个伽玛蛋白 就是伽玛淀粉蛋白 就是把它给清走了 就相当于把你脑袋里的垃圾给清走了 所以你看 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 如果你在晚上睡着了 你貌似睡着了 但是你这个还在做这种自我安慰性的梦 你没有更深的进入到潜意识之中 这个时候你的思维活跃 你大脑休息不了 然后这个脑机也就是不能够生上来 不能把这个就是 就是垃圾给 就是 贝塔 就是贝塔 那个淀粉氧蛋白 给清洗一遍 结果 你组建的这个蛋白不断在累积 然后最后就导致你的大脑功能受死 我知道有一个肯定影响我的主持状态 是什么 吃安眠药 如果用了安眠药 你的主持状态就行 如果用了我 比如说我昨天吃了安眠药 对吧 日常生活不工作 我察觉不到智力的变化 但是在咱们这种场合 我就感觉啊 脑子锁住了 当然这是我个人感觉啊 不敢随便诋毁安眠药 我就问 安眠药真的损伤 第二天的智商表现吗 因为是这样 我是心理疾讯师 我也不怎么研究药物 就所以我的药物了解也不多 但是有一次 就是我一个朋友 你感觉我研究药物 对 我一个朋友他用安眠药 就是用的比较多 因为我在跟人聊的时候 当注意力特别集中 我也说能够感觉到一些东西 后来他跟我讲 他用了安眠药之后那种感觉 我感觉他的梦被切成碎片 就比方说梦本来是连续的 他的梦就被切断了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 当时我通过我这个朋友的这个事情 我说你在用药的时候 可能你的这个安眠药 起了一个重要的部分 阻断 阻断你的思维的活跃 因为我原来是不失眠的 后来就是你就紧张嘛 你就觉得说 那你这个事大于 你要你的这个睡眠的这种困意了 后来我是怎么自己给过去了呢 我就试了几次 就跟你刚才说的很像 就是我就是有一天 基本上就没睡着 然后我就去了 去了发现 好像也还行 因为你在直播的状态里 那种身上腺素一分泌 你就很兴奋起来 但是如果我比如说是去念稿子 我有可能就会极其困倦 因为我就是感觉 没有深度的去受到那个刺激 你会感到困倦 对 但并不一定不能正常工作 对 然后尤其我那我直播又没有稿子的时候 我必须要就是大 就是真正的动脑的时候 我感觉就是兴奋起来 有那么两三次以后 就是这个心理障碍克服了 我觉得说 不睡似乎也 没有很大的区别 反而能睡着了 你看像他所说的这个 有的人是 在现实世界中 他能精神饱满 有的人就在睡梦中 他跌倒起伏 刚才你看我的解释 他有这个安全感和攻击性 这两个原因 这个安全感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想睡好 脑袋得松下来 就是得有安全感 安全感就是 你确信外部世界是安全的 而且这个安全就来自于 外部世界有人保护着你 而最初这个安全感就来自于哪呢 最初有一个稳定的养育者 他能够安全的在你身 他能够充满力量的 呵护着你在你身边 当你获得了这个稳定的感觉 你就获得了这个安全感 当你安全感住在你的内心里 你就知道就是确定的有一个 其实这是你内化的一个保护者 在你内心中 所以这个时候 你的脑袋就可以随时的松下来 然后就是这些睡眠极好的人 通常给这个关系很大 我在讲关于攻击性的这个部分 攻击性我们存在 攻击性就是如果我们想 就是把攻击性给和解了 就是就是叫原始的攻击性 变成了带有生命 就是带有人性化的生命力 它需要完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恐惧 我们担心比方我一打你 然后立马就被报复 就会被伤害 但是攻击性 照弗里德的说法 攻击性就是我们的天然的生命力 所以它就得往外释放 但是如果就是在小时候 比方说你的父母非常严厉 然后你一表达攻击性 啪就被打 或者就这时候 你就觉得你被惩罚了 所以这时候你就不敢表达 但是当你的攻击性 度过这个恐惧阶段 你就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 内疚 你就担心一表达 因为你攻击性 你发现你攻击了别人 然后攻击了妈妈 被妈妈接住了 你知道妈妈是爱你的 但接下来你就开始担心 如果我伤害了妈妈 怎么办 你就内疚了 当有恐惧和内疚的时候 就是我们就发现 自己的攻击性 不能够很好的释放 它就不能构成一个 闭环一个蛮型 因此这些攻击性 不能够就是 比方说你今天要做一件事 然后这个攻击性一升起 然后完成了这个过程 就是诞生 发展 高潮 衰落和死亡 就像这个事 你整个都完形了 结果等于睡着的时候 既没有恐惧也没内疚 然后就是你还有这个安全感 然后你就憨然入睡 但是如果你白天 比方做了事 你又担心 担心伤害了别人 又担心别人要报复你 然后你这个能量 没法完形 然后你就有大量的 这个恐惧和内疚 当然这是简单的 概括性的说法 还有各种各样的 其他的感受 然后就需要在你 睡着的时候 用你的脑袋去消化 你看这就相当于 你白天有很多 能量的残余 有时候都不叫残余 甚至成了 你白天只表达了一点点 就是这个部分 就比方说你讨好了别人 或者就是 你让步了很多东西 其实你这个能量 可能只完成了20% 结果你晚上留下了 80%的能量 那你怎么办 你就得用脑袋去 处理消化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 很难消化 然后结果会导致 你的脑袋停不下来 然后就算脑袋停下来了 你貌似睡着了 然后还在梦里头 这个有这种 自我安慰性的梦 然后去处理这些东西 所以就是 所谓的安全感和攻击性 我读过一本书 纳粹德国时期 纳粹德国的一个高层 你看他都是 反方的人了 他说过一句话 大概的意思是说 在德国 唯一拥有私人生活的 是那些睡着了的人 就说梦 其实对于一个 处在不正常年代的人来说 梦是具有巨大的疗愈 因为它是自由的 它是为义不受控的 对对对 不受监视的 你想这个梦多了不起 梦是自由 梦是自由的 我一直有这个感觉 就是说 其实梦是最无法分享的 你比如说我很少 我经常会看别人 比如朋友圈里说 我昨天做了个梦 我往往会滑下去 我不会看 因为我知道 我无法共情那个梦 他如果说 我生活中碰到一个什么事 我是很感兴趣的 我觉得梦其实就是说 你只能 你也不用给别人讲 因为梦是唯一 不能分享的东西 因为梦拿语言说出来 都是不准确的 对 所以呢 它是唯一你自己的秘密 你自己能识别它 然后 就是它是属于你自己的 你对自己的了解 甚至是某种自由 也是某种秘密 或者是 也难以言传的东西 这讲得上我也得说 你看就是 你们讲的都很有道理 但是我都一直在讲 在弗洛伊德出现之前 谁对梦这么感兴趣 谁能够像弗洛伊德这样 把梦解到这个地步 所以就是我们 我一方面的说 我们确实是通过 自由联想的方式 就是或者根本上 我们自己是自己解梦的 是自己的解梦师 而这个档案在自己内心之中 但你看 在弗洛伊德出现之前 大家都觉得梦 是神明难以理解的 而中共解梦 都和命运连到一起 梦都是各种各样的征兆 什么的 但实际上 你看这不一样 到了弗洛伊德这儿 就假如用这个科学的方法来发现 你也没法去讲 弗洛伊德这个解梦的 这个方式是对还是错 但是我们可能在一定意义上来讲 到了这儿 梦终于能够被系统的理解 我后来是看过一篇文章 他解释了 就是梦其实没有预兆性 梦不能让你看到未来的世界 但是梦能让你看到自己 对 梦能让你看到过去 他说所谓的预兆事实上是 回忆 欲望和期待 这三样 还有个感觉就是 我要知道那个黑暗是怎么来的 就是你看到那个天 你每天都能知道那个天光 渐渐暗下来 我觉得生理上是有感受的 但是睡下午三点以后 如果你睡起来 天已经黑了 我就觉得那个黑暗是在我 它是偷偷进来的 他没打招呼就来了 我就会有一种巨大的被压迫的感觉 所以这个人体啊 是最复杂的这个宇宙 对吧 我觉得它最复杂的地方在于 它是能动的 对 没法把人弄死了研究 就是当你搞清楚的时候 你解剖它 对 解剖它是死的 对 但是它活的时候 就这个能动性啊 为什么要睡觉 为什么这个梦又具备 当有创造性出来的时候 具备这么不可思议的力量 其实就是说思维是有限的 思维极其的有限 甚至极其的狭窄 我们不要觉得 这个自己的脑袋多么了不起 这个潜意识无比的宽广 而且它可能是根本性的东西 甚至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 梦也好 潜意识也好 它是通往存在 通往那个中国时候的道 是吧 当我们能够和那个道合一的时候 你就知道那是最深的滋养 那是回家 潜意识是一个我们还不太了解的 一个属于自己 但是又很陌生的大的世界 就是我会这样来理解 就是有一个人格理论这样讲的 就是我们人格分三层 表面叫做保护层 其实就是我们的脑袋 接着一层叫做痛苦层 其实又是感受层 你和痛苦和感受直接连在一起 然后最深的一个叫做真我层 我们需要进入的真我层 进入真我层 你会感觉到彻底的安全 防御层今天是防御和谈什么创造 当你有创造的时候 其实都是和真我相连 但是当你进入真我的时候 需要经过那个痛苦层 但是我们为了避免痛苦 我们就不想进入到自己的体验之中 不敢见到真我 对 我们就拼命地让自己脑袋不停 其实停不下来 但结果脑袋停下来之后 其实你进入的是感受 进入的是真我层 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就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梦睡眠这么的重要 因为我们需要让自己的意识停下来 我更相信这个最基本的假设 按照精神分析的说法是 因为有了痛苦的体验 所以我们需要制造意识和潜意识的分裂 就是当有意识潜意识的分裂之后 然后就产生了这个 我们需要用各种各种方式进入的潜意识 但是假如你作为一个人 你基本上没有什么意识和潜意识的分裂 就是你想干嘛就干嘛 然后最终你发现 这个为所欲为 没有和反社会什么联系在一起 你发现这个想干嘛干嘛的人 他自己活得很爽 还把周围制造了很多创造性的东西 但是这个 咱们就是不够为所欲为 所以咱们老猫在梦里头 没错 说白了 因为我们觉得为所欲为会带来恐惧 会带来内疚 所以就是我们这样收缩着 然后就知道了 想干的事这辈子都没干 都没怎么干 越想越睡不着 但是梦里乾坤大呀 梦里的满足 也是真满足啊 也是满足啊 感觉到了 一个这个西方有一个睡眠 专门研究睡眠学的 研究了五十多年 他说的话最实在 就是说到底人 为什么需要睡眠 他说我的总结出来的原因 很实在 就是不睡我们会困 我们就是这么一种动物 睡着了就会做梦 他说你不这样 也不行啊 哈哈哈哈